欢迎收看今日焦点 新冠疫情还在持续 很多民众关注真实的数据 目前 山东医院一份内部文件曝光 显示 实际的确诊人数是官方对外宣布人数的数十倍 其中2月18日 中共公布当日新增病例是1例 但是实际的数字是52例 实际的数字是对外公布的52倍 随着疫情扩散 国际社会也在蔓延 韩国近日来确诊的病例激增 韩国周二宣布 新增了144例确诊的病例 累计已经达到977例 韩国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的级别调整到严重级别 韩国的幼儿园 小学和高中开学延期一周 甚至本周国会都被取消 街道上人群明显的减少 韩国国会议员朴是医生出身 他非常担忧确诊人数激增 带来医疗系统的崩溃 看 immun病病病病病病原理 Patienten很多没发生 除了韓国 意大利确诊的病患超过260例 伊朗确诊的病患超过95例 而伊朗的卫生部副部长周二也确诊感染 在国际疫情蔓延的情况下 中共却要求要报道一些暖新闻 2月18日 中央政法委印发了 关于加强对政法系统依法防控疫情 维护安全稳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的通知 这份通知里面说 要加大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 进一步弘扬正气 激励斗志 激发社会正能量 要挖掘动人事迹鲜活势力 推出更有温度 有泪点 有人情味的暖新闻 通知里面还说 要善用新媒体平台 比如说像微信 抖音 快手等等 日前 人民日报官方推特发布的一段视频 引发民众热议 视频里面显示 2月21日 安徽宿州 防疫医护人员为送走6个治愈病人出院而感到开心 在医院门口跳起天鹅舞来 而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 疫情这么严重下 一名在韩国打工的吉林人 却非要回中国 他说 我看过新闻 没有疫情 一名大姐问他说 你怎么知道没有疫情 你平时是不是看新闻联播 小伙说 是啊 肯定 马上我该说的我都告诉你 中国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你回去干嘛去 那个 那也不行 我妈身体不好 我得回去 那你家住哪里的 我家是吉林的 你不害怕吗 你马上要沦陷了 马上你不害怕吗 中国疫情那么严重 不害怕 不害怕呀 没事儿啊 没事没事儿啊 你怎么知道没事儿的 你怎么知道没事儿的 我家那边现在没有 我家没有活的 你家没有活的 都没有活的 没有 那你从哪儿听说的没有 你从哪儿听说的没有 没有疫情 没有疫情 我们呢 现在报啊 你听新闻联播呗 完了 又一个被骗的 你回去 你回去吧 你会后悔的 我今天我就告诉你 你回去你会后悔的 韩国现在都沦陷了 新闻联播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我跟你说 你想吧 巴远迪在中国 他连药都没有 他告诉你是灵感染 那明显的是假话呢 但是 在社交媒体上 网民呈现出的却是另一个完全不同 处于绝望中的现实 各位 爷爷主的看来是哪个人 哪个人亲人呢 搞快点来认一下 快点来认一下 放心小区啊 北侧 有 跳楼子 认不认识啊 赶紧过来 大家都看看 这都是上海的城 都是套路 都是坑 来了也进不了城 钱也花完了 口罩也用完了 家也回不了 都不要来了 上海的城都不要来了 中共官方的舆论管控 涵侃向知识分子的信息平台 以及百姓的私人对话群 大量的自媒体 微信群 集体死亡 2月19号 腾讯旗下的自媒体平台 大家被执行了死刑 这里集中了很多 中国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这个平台突然显示 账号自动注销 内容无法查看 大家被封前发表的最后一批文章包括 武汉肺炎50天 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创刊主编贾家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表示 大家过去正是为这些大问题而生 也是为这些大问题而死 程涛是一名漫画家 他还曾是一名大学老师 但是因为其漫画作品涉及讽刺当局 多次被国安骚扰 被迫流亡海外 他画了很多关于中国话题的作品 其作品被很多人关注 最近他发推文说 对不起日本 对不起韩国 对不起意大利 对不起伊朗 对不起全世界 我家仆人作恶 作为主人 我们被奴役 被封口 不但我们自己受累 还牵连你们了